好 那麼剛剛呢 最新的消息就是統一促進黨 他們也要召開記者會 他們要講說昨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立刻先SNG連線 目前現場的狀況 這個人叫李柏章 顏勝官的助理 早上居然開記者招待會 事情的起因就是他 昨天 我們這位老阿嬤 關小姐 在現場 李柏章罵他 必須承諾他的粗話 老雜貨 老雜貨算年紀是大一點的 老雜貨 我想各位女性 這樣侮辱女孩子 旁邊還有一個女在叫囂 這時候我們同志Soul Ray 上去說走開走開 不要這樣子對老人講 結果 李柏章回頭就給他一拳 眼鏡打碎了 血流如珠 那當然Soul Ray被打了以後 本人呢 反擊也打了他一拳 他還被打一拳 可是他先動手 因為他無辱母性 那個這個時候 就有一位 因為當時他們實際 一個人在旁邊叫笑話 那這時候他們有人衝上來 想要圍毆 紹瑞 大幹看到了 他們兩個大幹看到了 一無反覆衝上去 就發生了所謂的甩棍打人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要知道 誰先動手 管他是不是學生 你看他這個台大教 他不是台大 台北大學教育處 這種學生 我想你們各位是女性能接受人家罵你老雞掰嗎 而且你看他在他的留言裡面講話的時候 用語字出俗 什麼幹靈老實 我是聽不懂 什麼心內名詞還是什麼 居然在他的Facebook寫個幹靈老實 我是看不懂 實在可能變了 有什麼心的罵人的話 大學生 嚴聲官的助理 那這件事情呢 昨天呢 這是我們 昨天的驗商單 各位都有了 好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統書會的記者會 那麼張安樂剛剛是說呢 根本是做賊的喊抓賊 他指控說呢 其實整個事情是嚴聲官的助理李柏璋 說起因是他 因為他對一個年長的女性飆粗化 後來有人制止他呢 李柏璋就打人 好 是不是真的這麼回事 李柏璋也在我們的這個現場 我們等一下來聽聽他到底怎麼講 我們先來看看整個事情 怎麼回事 好 主辦單位是誰呢 主辦單位是上海文化聯益會 委託台灣音樂公司 木杰塔辦理的協辦 是台北市文化局 好 來台的原因 因為它是雙城論壇 後續的交流活動之一 台北市文化局2014年 跟上海護簽藝術節交流 合作備忘錄 上海2015年起來 到台灣來辦理這個 中國新歌聲的活動 然後呢 我們看到在昨天的情況 就是呢 學生跟統獨團體到了現場去抗議 原定2點鐘到晚上10點 舉行演唱會 在下午4點40分就終止了 好 那麼另外 我們就看到在回應的部分 現在台大就強力譴責暴力 台北市文化局就說呢 他們是以錄音的方式 要把這個回應發在記者的line群組裡面 然後就說呢 是認同校方基於安全 維護秩序 要求主辦方終止這個演唱會的 至於柯P他怎麼講 他說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有書師 好 那麼李柏璋同學就在我們的現場 我們等一下聽聽他怎麼講 我先請教一下瑞德哥你怎麼看這整個事 這分兩件事情啊 一件事情是有關於 所謂的文化交流啊 音樂這個演唱會呢 在這個台大校園田徑場呢 這上面也寫得很清楚啊 65萬多 為了貪圖這65萬8千5百塊吧 65萬5千8百塊 那為了這個租金 租用 然後把3700萬拯救的田徑場 很可能我都不知道 台北市長柯文哲說 他今天早上輕描淡寫的說 他會折成這個主辦單位 把他修復 你要叫誰修復啊 這個3700萬修的東西 要怎麼修復啊 錢誰出啊 他如果不出 你台北市政府出嗎 對不對 然後另外這個是兩件事 就是辦這個活動 然後台大 我就不知道台大很奇怪 台大最近事情很多耶 台灣的第一學府 又有那個論文抄襲事件 摸得不太差 然後又有這樣子 教授身等一大堆問題 然後現在又搞這個東西 莫名其妙 非公益性質 然後存商業 為了可以 為了這個商業的表演呢 65萬5千 為了這個錢 然後搞了學生這樣子 一個禮拜都不能上 體育課等等啊 我不知道你台大 都搞什麼東西啊 然後弄成這個樣子 好 重點來了 我說的是兩件事 這個是校園內的 那麼警方有說啊 從昨天到今天啊 口供一致 說校園自主嗎 那我們知道事先有得到情報了 統獨的 大家都會去 所以包括學生 所以我們要進去 但是台大校園 他說是校園自主 對不對 他的說法都這樣嘛 我跟各位說 校園自主的前提是什麼 校園自主的前提是 警線非刑事案件 如果非刑事案件 你知道校園自主怎麼來的嗎 1991年5月9號凌晨 為了台灣的獨台會 就在動員勘亂時期 終止八天後 調查局突然間 吳玉景為了偵辦 死民的這個獨台會呢 就衝進去 清華大學的宿舍 抓了他們的學生 廖偉成 然後同時抓了另外四個人 最後 軒然大波啊 當時的清大的校長啊 就是上關頂 當過我們行政院長 國民黨行政院長 後來學生去包圍 整個台北火車站 然後抗議 然後最後去包圍 法務部調查局 台北市調處 最後不再不想說 不到幾天而已 馬上廢除相關的條文 後來我們新華一百條 本來要把這幾個 圖台會的學生都搶毀了 都判死刑了 因為這樣廢掉了 所以他們後來都判無罪 這個就是校園自主的由來 從這件事情開始 但是這個校園自主講的是 你要進來幹什麼 你必須先知會 這個等於說校方 可是我問你說 難道這個學校是智慧法權 是公共租界 所以所有一切 你沒有同意 你都不能進來 裡面如果有人開槍圖 有人殺人的話 你警方進不進去啊 是啊 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不要拿校園自主來呼嚨人 還有 既然視線已經知道 有人要來鬧了 統獨耶 統獨來鬧 不是開玩笑的嗎 一定會起衝突嘛 所以你都知道了 那麼校園自主不讓你進來 那你怎麼辦 你就應該在周邊嘛 你在台大的幾個門 正門 側門 後門 你都應該有預備隊在那邊嘛 對啊 standby也好啊 standby 20個人在哪裡 羅斯福路派遇所 在裡面看 我也不能說你不對啦 可是問題是 好 重點來了 今天台北市長 柯文哲說 目前為止 現場他指的是統戰的部分 沒有什麼舒適嘛 前半段 姑且不論 我現在講到外面去的 打人的這個部分 那麼報案了52通電話 40分鐘才來 然後理由是說 報案因為不清楚 所以找不到人 說謊 為什麼說謊 為什麼 因為你打的電話你知道嗎 這個外行人都不知道啦 110裡面 我相信他絕對不是打 羅斯福路派遇所的電話 但他沒有那個電話 對 他已經直接打110 110都有錄音嘛 都有錄音檔嘛 你知道你報案的時候 你的電話號碼 就直接顯示在裡面 他就回溯可以回播啦 如果我找不到人的話 回溯就可以了 對對對 因為我報過案我知道嘛 報過案以後 然後一分鐘馬上回播 剛剛是你報案什麼什麼東西 地址怎麼樣 他有這個功能的 而有這個功能 你有40分鐘時間讓你反應 你都不去 那你打電話給台大的駐衛警 你說 你打給台大駐衛警 他們去查要回復以後 我13分鐘後就趕到現場 你錯了 13分鐘後趕到現場 要是以前要寄身界 這個外行人也不懂 台北市的警察 是在嚴世襲警察局長的時候到 紐約去考察 所以有了一個小區域巡邏 也就是你報案後 3分鐘 第一次警罡要趕到現場 所以3分鐘之內 就應該要第一波 第二波警罡在7分鐘內 要趕到現場 10分鐘連偵察隊 以前在刑事組 一定要趕到 沒有趕到的話 全部寫報告 全部寄身界 你騙外行啊 對 外行人不懂我懂啊 你知道嗎 這30幾年來我懂 我都在台北市的警戒困 所以呢 他明明可以回播 回播了以後馬上可以問清楚 到底是在辛亥路的哪一個段 是在體系體育館的後門 然後呢 他可以在第一次 他連接到正式的報案 到那個只有13分鐘 他竟然拖了13分鐘了 你知道嗎 你該處理而不處理 然後你說今天台北市長 兩手一攤說 這個就這樣 我更不能接受的是 市長講了一句話 柯文哲講了一句話說 昨天晚上台北市警方 以最高速最高效率 立刻逮到人 天啊 13分鐘是最高效率 我告訴你 最高效率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報案啊 我跑社會新聞開始 我還沒看到一個報案40分鐘 台北市台來的 是啊 昨天發生了 你還說是最高效率 豈有此理 而且這件事情 不是傷害罪 為什麼呢 打人打得頭破血流 為什麼說我說不是傷害罪 因為他一而再再而三發分 如果 如果有人用暴力的手段 當然統促黨 他現在指控以博昌 對不對 那你拿出證據來 拿出證據來指控 他你告他我都OK啊 你知道嗎 但是並不表示 我們就可以以暴制暴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請問你啊 你去參加一個活動 你帶甩棍幹什麼 你帶打球棒幹什麼 對啊 然後呢之前發生這麼多 連鄭文川政府都打斷兩根 然後立法委員被Post 被打東西 一而再再而三 就是你台北市警察局 台北市警察局無能 一而再再而三 搞到最後最後的結果 以前都僅止於那些對不對 現在就直接開打開罵了 我告訴你啊 黑白兩道有一個大忌 他們絕對不打女人 剛剛那個畫面 你有沒有看到 你在靠近我 我連你都打 你是誰 是一個女人 所以是誰造成今天 變成台北街道 台北市不是天龍國 昨天晚上讓我見識到了 台北市叫做流氓王國 唉唷 好說